比飞机看的要清楚一些 因为它飞得又低又慢 比别的空间也比较宽敞 舒适度其实比正常的我们飞的小飞机 要好很多 矢量控制这一块 不像过去一样很大的场地 它需要很小的场地 就可以做垂直的起降 尤其是现在寸土寸金 想找宽敞的场地就比较难 这是它最有优势的地方 在国内它是填补了我们中国的空白 这个短距垂直起降飞机 在我们国内应该说是第一次 进行完整的实验和探索 也实现了比我们预想的还好的目标 今天我们这个转程飞行 就是验证我们的设定的程序 是不是可以满足飞机 安全转程的准备 以我们后面的更远的距离的飞行 转程也提供了基础 飞机状态比较好 行员的操作也很到位 所以我们一个是安全 顺利的完成了今天的目标 感谢观看